我們回到俄烏 俄烏這場仗到底要打多久呢 特別是在俄羅斯 在布城鎮 布查鎮 屠殺平民之後引發了全球震怒 拜登再度說狠話 他說他是戰犯 他說他非常殘忍 他要戰爭罪來辦他 他要戰爭 他要戰爭 在布卡是驚喜喜喜 大家都看到 我認為是戰爭罪 為很多人 在烏煙中 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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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 這就是 殺死亡 解除全國 人 我們是 烏克蘭 我們有超過一百 本來以為戰爭已經進尾聲 但沒有想到突然整個情勢急轉直下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屠殺平民 我們來看 連德國的國防部長都說 俄軍殺平民實在太殘忍了 我們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烏克蘭可以看到屍體躺滿街 亂葬坑 還出現了行刑式槍傷 甚至於呢 還在 屍體設置鬼雷 所以在到處埋地雷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人間煉獄 連德國都動不了 本來之前德國不願意參加制裁 禁運俄羅斯的天然氣 現在連德國國防部長都說 歐盟現在應該考論 是不是要禁運俄國的天然氣 換句話就是說 大家以為戰爭竟尾聲 但沒有想到 在俄羅斯殺紅了眼之後 全球對俄羅斯的制裁 有可能再次升高啊 對 現在這個 集體屠殺平民的行為 叫做戰爭罪 反人類罪 種族滅絕罪 那這些問題 在烏克蘭還是悲慘加上憤怒 所以這裡對烏克蘭 那是全球都憤怒 對烏克蘭人來講 這個是一個叫做 所以短期內不可能 要和解我看很難 不可能談判 這樣怎麼談 這是血海生仇 對 然後第一個 不可能談判下去 沒有意義 再來烏克蘭肯定要報復 烏克蘭肯定不會只是要求 入侵的俄軍撤出而已 不會這麼輕鬆換過 這個烏克蘭人的話一定報復 報復的結果最低限度 要把俄國所拿下去的那個 所控制的那個烏克蘭領土 吐出來烏東克里米亞 就是原來屬於烏克蘭的領土 現在烏克蘭全部要回來 可能還不止於這樣 可能還會攻進去俄羅斯境內 像那個包括轟炸 包括那個彈藥庫那些 所以烏克蘭肯定報復 這樣的結果 這個戰爭還要再拖一陣子 不會那麼快結束 那烏克蘭肯定報復 跟烏克蘭有沒有能力報復 這是兩回事 能力是有的沒問題 因為他源源不絕地拿到 那個各種武器 他現在拿的不只是 因為之前是俄羅斯打烏克蘭 烏克蘭是處在防守 那照嘉隆老師的說法是 那現在烏克蘭可能反守為攻 因為他也拿到攻擊性武器 現在英國美國給他的武器 已經從防守性轉成攻擊性了 比如說攻擊那個陸地目標 空中目標那個都是攻擊型 因為你太過分了 俄國做得太過分了 所以現在的話 烏克蘭將來非常可能 非常可能會出現緩擊 非常可能會打到俄羅斯境內 一些目標 所以這場仗還有得打 對 還有得打 五月初要結束恐怕不見得 應該不會 看起來不會 因為換成你是烏克蘭的 那個總理也好 那個總統也好 你怎麼結束 你看看被炸成這個樣子 還有人還被殺 還有一個問題 烏東地區是講俄羅斯語的 算是親俄的地區 可是你注意看 烏東地區是被炸的最慘的地方 所以現在全球制裁呢 再度往上升高 這裡頭包掛什麼呢 包掛 剛剛也談到 德國有可能也決定即便 斷工對他們經濟傷害很大 他們甚至於都可能跟歐盟討論 我乾脆也不買俄羅斯電燃機了 對 他到底不買俄羅斯電燃機 會造成什麼大 多大的傷害 我們之前討論過 他有55%是依賴俄羅斯 真的找得到替代能源嗎 還是他現在一時說氣化 這是第一個 但第二個已經確定的是 現在對他的職彩 已經包掛擴及到鋼鐵了 也就是說俄羅斯的鋼鐵 已經被下了禁運令了 對 現在這個經濟制裁 金融制裁 運輸的制裁 還有物流 很多行業都會跟進 因為這個太令人難以忍受 他這種情形 但是太過分了 簡單講是太過分了 那如果再加上現在大陸的封城 從上海封到昆山 通膨危機不得了啊 通膨會來 現在是你看德國的態度等於說 不惜付出經濟上的代價 沒關係 變成這個態度 之前還會說 我們有經濟利益要顧嘛 對不對 他說他沒有辦法斷掉 俄羅斯的天然氣 封城啊 從上海封到昆山 通膨危機不得了啊 通膨會來 現在是你看德國的態度等於說 不惜付出經濟上的代價 沒關係 變成這個態度 之前還會說 我們有經濟利益要顧嘛 對不對 他說他沒有辦法斷掉 俄羅斯的天然氣 對 然後現在說 其實是這樣子 天然氣可能跟油不一樣 我用油做例子 如果俄羅斯的油出不來 他會賣給誰 賣給中國 然後中國就會從 中東這邊進口的油就減少 中東那邊就會多出存貨 然後再賣給歐洲 就繞一圈而已 但是天然氣的話 另外液化天然氣 有液化天然氣的處理 一樣 俄羅斯出不來 他會賣給中國 中國就少跟從其他地方進口 其他地方就多出存貨 只在轉賣給歐洲 所以大家 將來會發現 繞一圈 並不是俄羅斯不想生產 跟那個石油危機不一樣 1970年代石油危機是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不生產了 不賣了 那是供給他 像俄羅斯不是不想賣 他只是別人不想買 別人對他禁運 那他只有一個出口 就中國 那中國跟他買了以後 他從別的地方少買 少進口了 然後別的地方多出來 他就轉賣給歐洲 就繞一圈 所以需要一個時間 一個過程而已 所以當然在今天盤面 也在反映這樣的訊息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在今天 對於俄羅斯的制裁持續往上升高 所以今天的鋼鐵股 新光鋼 包括今天的農糧股 忠實化又再創新高 剛剛也特別談到 蔡總所以我們談到這一場仗 本來大家以為已經來到尾聲了 沒有想到屠殺平民 引發眾怒 所以現在 整個制裁又再度往上升高 這一頭包含 歐盟研議擴大制裁俄羅斯 準備要進飛機租賃 鋼鐵 特別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是鋼鐵 鋼鐵現在也下了忌願令 另外呢 有人說 普丁大屠殺之後要搞大饑荒 天然氣斷弓 歐盟呢 這件事到底是歐洲不跟他賣 還是俄羅斯不賣他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但 現在有可能歐洲對付 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呢 要怎麼對付呢 就是要接管 俄羅斯在德國的子公司 好 這件事普丁很生氣 因為德國說我不能沒有他 但是我怎麼辦呢 我也不想跟他賣 我就接管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普丁說那是我公司 你憑什麼給我接管 如果你一接管 我就要斷氣 所以雙方你來我往 永遠就是危機就有轉機 我們剛才講到天然氣 現在不曉得 這個普丁會不會使出 最後的殺手劍 我們也不曉得 等會不會接管 但是一段斷氣 有一家 全球最大的化工廠 德國的叫做巴斯夫 你看他股價兩個已經跌30% 為什麼 你斷氣了以後完了 他從俄羅斯買過來的天然氣 60%生產化學品要的能源 另外40%做關鍵的原材料 因為天然氣可以做什麼 做那個回料 所以巴斯夫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廠 最大的化工廠 股價跌得這麼少就代表 但是德國的天然氣 就今年已經漲70% 做成回料的話 之前大家講過的 東傑 惠光 你看今天都還是讚 就有轉單力 然後台回 中石化 中石化是因為CPL 加上這個蛋回的原料 硫酸胺漲價 雙重利多 最近很紅 不過我覺得 最有潛力轉機的台回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現在玉米在春耕追回 追加回料 他之前是用假回小麥 現在玉米是要用尿素 所以豬肥 豬肥就是在中東 他生產的尿素可以有外銷的轉單 最近一個月尿素漲60% 我們看172的台肥 今天是所有農糧股漲幅最大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佔比 尿素的佔比 營收是比較高 所以他EPS是會從差不多 第二劑之後開始往上 還有一個伏筆 禮拜五要公布台灣3月的CPI 可能也會跳上去 所以有一些資產的股票 擁有土地的股票 可以對抗通膨 我覺得有個注意 再過來我們看鋼鐵 另外一個制裁是 對俄羅斯的鋼鐵下的寄運力 寄運力 所以這個全球的鋼價就漲了 我們看 中國大陸今天尾盤全部急 華林跟八一鋼鐵拉到了漲停 這個寶鋼什麼一大堆 這麼大幅度 對 我們還沒有反應 我們今天中鋼漲不到1% 大成鋼不到1% 人家是漲10% 人家漲這麼大的幅度 所以中鋼 大成鋼 中鴻 這三個比較大的鋼鐵 大概確定 第二劑跟第三劑的 未來兩劑的QOQ 業績會成長 但是我們說轉機在哪個地方 新 新創下2006年的新高 新要用天然氣能源 去把它生產出來 完蛋了一定會漲價 爆價一定會大漲 所以新價就出現了大漲 這裡面要帶出葉輝跟聖宇 因為它做鍍新 就鍍一層新的鋼箭 現在的報價可能會上來 但是問題股價沒漲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比較 2020年的剩餘 我們看K線 其實它股價沒有什麼漲 但是它的配息也好 殖利大概有7% 然後今年的EPS 估計也有4塊左右 這個是被低估 好 這場仗如果還要打下去 不管是全球對俄羅斯的制裁 還是俄羅斯的反制裁 雙方報復來報復去整個制裁 不斷升高的情況之下 通膨壓力恐怕要爆表 我們先問第一個問題 農糧股可以追嗎 請舉牌 農糧股可以追嗎 1 2 3 4 4條圈 那鋼鐵股各位又怎麼看呢 在制裁裡頭 新發了鋼鐵禁運令 怎麼做多 賣新的鋼鐵股 包括今天其他很多鋼鐵股 表現不錯 所以有4票圈